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油焖大虾 不 我要吃火鸡面 那我们就做一个 油焖大虾火鸡面 耶 鸡村大虾火鸡面 首先准备好喉菇和凉葱 何时刻刀刻味 喉菇不要丢过的吧 蒜头干了焦爆炒之后放入虾头 炒出虾油 少于可骨跟小豆爆炒 再少于凉分的火鸡面 放到之前炒好的虾油面 翻炒进去 所有火鸡面你拿去 先碰到的火鸡面就做好了 哇 一搭一个虾吃起来真是爽啊 每次下班回到家 总想来上一口热乎的 仿佛能去散一天的疲惫 今天就做一个蕃茄肥牛面吧 太爱这个热气腾腾的蕃茄浓汤了 微酸的很开胃 吃完洗个澡 钻进热被窝 简直太满足了 晚上躺在床上 肚子得黑的咕咕叫 实在没人得住 起床做了一碗拌面 果然吃饱了睡觉 就是舒服 请一份能量 肉泥拌面 酱汁 酱汁可以不用说的太干了 多出来的可以浇在面条上 风味更佳 夏天的夜晚 来上一碗拌面 实在太满足了 I'm not sad alone I can see you 是不是就有久的蝎黄面 吃个9块9的蝎黄面 我们还是能搞定的 将咸蛋汪飘出来 加水 把脂肉帮浅碎 模拟脂肉的大小 调姜汁 生抽 鸡精 糖 盐 加水混合 下锅把前的黄转到冒泡泡 塞入脂肉帮板炒 放入刚刚调好的酱汁 大火收汁押出来 前的黄的香气完全散发了出来 再放入一把面团 盖上蝎黄 蝎黄的味道浓郁 味道浓郁 味道浓郁 简直太舒服了